俄羅斯的東部外海在昨天發生了規模7.0的地震之後呢 接著又有火山噴發 火山灰是直衝海拔八公里的高空 看起來相當的嚇人 我們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呢 火山灰是不斷的衝向天際 籠罩了上空 而且煙灰更向東南東延伸了一千五百公里 因為雲層當中存在著大量的煙灰 當局一度對飛行交通發布了紅色警報 不過後續官方的媒體也報導 沒有商業的航班受到影響 航空的基礎設施也沒有損壞